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就要懂得去策划怎样去消费 精明的消费 你要懂得去安排如何消费 避免你的消费超过你的收入 身为学生 你们要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消费的习惯 那你们也可以帮忙父母减轻财务的负担 希望大家继续学习如何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如何去管理你的财务 经营你的财务 希望这一堂课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同学或每一个人 谢谢大家收听 各位方法的同学们 我用华语来翻译一下给你们明白啦 但基本上呢 我们还是要用英文来学的 financial management呢 就是说这个是金融管理啦 现在我们的数学呢 也是有学到这个金融管理 所以对于那些同学以后要做生意啊 不只要做生意啊 你们日常生活中都是必须要懂的 金融管理啊 所以金融管理和策划啦 planning是策划 management是管理 我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啊 学这一堂课是 其实这个financial planning就是金融策划和管理啦 是必须每个人都必须要进行 就是每个人都要实行的啦 我们每天都是要用到这个金融管理 就算是你是学生啦 老师啦 或者是巴萨的那些uncle auntie 他们都是要懂得做金融管理 so 其实这个金融管理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会避免我们呢 就是有财务危机啊 我们会 如果有会管理的好 你就不会有欠债 不会有欠债呢 你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啊 不会说会有那种bankrupt的 case啊 啊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一堂课呢 ok 有效的金融管理是很重要的 ok 有效的金融策划 每个人都必须用到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ok 尤其是我们用在这个 不计 accounting 股票行 股票行 股票行引擎産的股票行 business啊 生意啊 ok要做生意的人 一定要懂得金融管理 ok 而且要有效的金融管理 ok 而且要有效的金融管理 ok 它就如好像你下一盘棋子这样子 ok 你必须要策划妳要想一些感 slot 一些步骤来管理你的财务或者是金融 这个Dansley Dr. Jetty, Dr. Aziz 是我国的国家银行总裁 他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倡不顾望 在1999年他觉得全部学生 尤其是小的学生 必须要学习这一堂课 所以在这堂课你要懂得那些重要的keywords 好像cash flow, asset这些 debt freedom, long term, short term,长期,短期 financial goal是金融目标 income是收入,investment是投资 expenses就是你的开销 cash flow就是你的金钱的流动 assets是资产 so你们明白了 但是你还是要懂得英文的terms 什么是金融管理或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是一个过程 它牵涉到你如何管理你的金钱 一般上是来自你的收入 当你有收入的时候 你就要懂得怎样去策划它 你可以用你的收入来存在银行或者是开销 或者是买保险, protection, investment,或者是投资 其实基本上有五个重要的步骤 在这个财务管理的过程 有五个很重要的步骤,你必须要记得 第一个步骤就是setting goals setting goals就是你要设计你的目标 你要达到的目标 所以我们这一堂课主要是解释了 所何谓有效的金融管理 所以有五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设定你的目标 第二个步骤就是说你设定的目标 你要去检讨一下你的金融的那个status 就是说你的地位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 positive还是negative 然后过后你就要制造出一个计划 做出一个计划 金融的财务的计划 或者是接下来你就要进行了 你策划了过后你就要进行你的计划 然后过后你就要检讨你的计划 如果不适合的话要改一下 就是说你要检讨是不是这个计划 是不是适合 所以这个叫做金融管理的过程 有五个步骤你们要把它记起来 那今天我们先详细的解释每一个步骤 就从我们设定目标那个步骤开始 当你要设定目标的时候 设定目标 我们先看设定目标 其实目标是有长期和短期的目标来的 基本上它分成两种 我们要把这个五个过程记起来 然后再明白每一个过程 好像比如第一个是设定目标 你必须知道设定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第一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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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目标 那短期的目标 短期的呢 就是一般上是在少过一年了 你要达到咯 ok 然后它牵涉的金钱是比较少了 好像你买电话啦 你购物那个电脑啦 或者是其他那些家具啊 比较便宜的 如果是长期的话呢 就是它一般上是 超过这个五年了 一般上是超过五年才达到的 所以通常是牵涉到好像投资啊 或者是教育啦 孩子的教育啦 或者是医药啦 或者是退休金啦 这些都是长期的计划 ok 那如果平时好像你们自己做一个财政 报告出来你开销 你计划一下你早餐多少钱 你午餐多少钱 你复印多少钱啊 还有你的巴士车费啊 还有其他 这些也是一种financial planning 是你的财务规划啦 ok 财务规划是非常重要的 ok so 你们 规划了过后 有个计划过后 要有discipline啊 就是要跟着那个计划来走 这样子它才会达到你的财务管理目标 ok so 基本上 其实这一堂课是对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的 so你们很荣幸啦 你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学到 因为之前 呃 全部人都没有机会学到这一些知识 ok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呃 时间啊 时间方面 ok duration 是时间啦 它是其实是根据你的你的收入啦 你的收入啦 你每个月的收入 ok 你所需要的期 啊 那个期限啊 如果你的呃 呃 呃 收入多 你就可以 比较呃长期一点啦 so 最重要是你要设定你的金融目标 然后你要把那些重要的先呃 安排好 就是prioritize 然后呃 呃 你的必需品 比如好像你的食物啊 柱啊 这些衣服啊 这些先给他优先 前 priority 过后呢 你可能呃 觉得你要买一些设置的东西 但是这个都不鼓励啦 我们要省钱啦 in case 以后有什么 emergency ok 那其实呃 在这个设定这个金融目标呢 我们有五个五个策略啦 就是呃 呃 你要有五个策略 我们叫做smart的concept啦 因为他可以帮助你control 呃 呃 那个你的你的 可以帮助你呃 control你的那个那个开销 就就你会比较呃 呃 有赤系的去开销 ok 他的五个步骤就是五个策略就是 第一你必须要有固定型的specific measurement就是说你可以测量的 attentable就是可以达到的 realistic就是现实的 然后呢 time bounded就是说要要受时间限制 这里举一个例子啦 比如这个injit yusuf啦 他要是他要去那个podition啊 他他要啊 呃 来一个family day来庆祝 ok 在六个月里面他要举行一个family day so他的这个庆祝这个family day大概要需要1500块了 so他开始去策略了啊 策划 ok 那他就开始觉得他必须存钱了 so每个月他就存250了 ok 每个月他存250了 然后存了六个月 ok 他他题目问你这个injit yusuf呢 其实是不是用smart的concept so 如果你看哦 他如果是去指定一个目标去podition 他就是一个 一个specific的一个特定的目标 他要去podition 然后呢 measurement他是不是可以测量的 可以衡量的 可以吗 他他有讲到他用多少钱 如果他有讲到他用多少钱呢 那就是可以衡量的 attentable就是说 他他可以达到吗 他的计划 他讲他每个月要存250 so六个月里面他应该是可以存到啦 因为他的收入是2500 so可以可以达到咯 那他是合理嘛 合逻辑嘛 realistic就是合逻辑 ok 他应该是合逻辑啦 因为他其实他是在六个月里面 他是可以存到那笔钱啦 然后他是受时间限制的 因为呢他讲他有讲到他在六个月里面嘛 六个月里面他他要达到这个计划 所以他是探保的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到那一篇 探保的 在三个月里面 我只是看到他的摩椒 那他就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就是别人 他就说说 他就在这一篇 就在那里面 他就在那里面 他就在那里面 我那里面 是一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